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老言鬼啊 对啊 我怎么宣传呢 我决定找他来批判批判我 实话实说没有关系的 对 范老师 这个怎么说 我都得谢谢您 连续几年来 每过一段时间 他就给我寄 让我戒烟 死逼着我戒烟 而且你看今天又拿来一大堆 戒烟贴 戒烟铃 给我简报 后来我一打听 不光是对我 甚至我们凤凰有的台领导 他没事就打电话 你该戒烟了 你该戒烟了 好热心 但是问题这么多年 你戒了吗 没有 效果没净 所以这次 名玩不灵 像对付这种人 张老师您说怎么办 我给你讲个缘分 你还得感谢李敖 怎么讲 因为李敖 他两年前到北京 不是来做报告吗 清华北大吗 我是他的老训长 他很客气送了我票 让我去听讲 听讲的同时 有一天晚上 一天白天 我跟他一天一起活动 王继颜 跟你们台长 还有你们的头 刘长乐 都在一起 我就问刘长乐 我说你们手下是战将如云 我对你们凤凰的节目 还蛮欣赏的 有没有烟民 立刻提到你们 他是我们最有名的烟民了 德文涛 就是他讲出来的 我跟你讲 凤凰在香港 戒烟形式逼得越来越窄 到最后所有的烟民 我们改装了一个男厕所 因为有的做节目的嘉宾也抽烟 但是整个楼不准抽 怎么办呢 改装一个男厕所 好家伙你只要一进那个男厕所 你不用抽 你呼吸就行了 就免费烟 看都看不见 因为都在那抽烟 从腰椅上 大家都是看不见的 白雾茫茫 都能到这程度 但是邓老师 我要说 其实做这个行业 他们都有一个excuse 就是借口 就是因为他们脑力激荡 每天都要思考这么多 烟是他们的思考的来源 灵感的来源 根据这个问题 我给你讲个最主要的观念 比如文陶做所有的节目 做得相当不错 很好 都在这脑子里边 但是他又有烟饮的结果 烟饮冲击的时候 他思想不能集中 所以抽烟的唯一目的是 让他镇静下来 并不是烟里有什么灵感 有什么东西 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老专家 叫埃博士坦 他抽烟 抽了很多年 抽了有四五十年 而且他每次做生日的时候 七十大寿 是邓小平给他做寿 八十的时候 好像是江泽民给他做寿 七十大寿的时候 他在会场上 邓小平给他点一个烟 抽一口烟 老先生 他就点起来了 点起来怎么办呢 外国朋友很不客气 就告诉他 你现在过寿 诸寿是应该的 你当真抽烟太可怕了 他就从上述流接受了 从此以后 他发这个所有的电子邮件给他的亲戚朋友 再给我送生日礼物的话 烟斗什么香烟什么烟草全免 谁家都不行 戒掉了 但是藏老师 他刚才说到这个工作 我觉得他这 我试过戒烟 但是我就发现 你要真是说放假了 我似乎还能够很长时间都不抽 就是工作 你说吸烟无助于灵感 但是有时候像录节目之前 开会 似乎不抽烟 他的确是觉得脑子不能集中 对的 这是为什么你很容易就范 而且你不要怨你自己没有毅力 有人说不戒烟没有毅力 错的 因为邓小平毛总统没有毅力吗 他不用的这方面 对呀 人家毛主席 这个邓小平也算高瘦 但这也是个误解 因为一个人 管高瘦而不健康 不是幸福的 卧疮不起 半身不随 船车船不上去 废弃种 卖管业什么好处 所以这两位老先生 我说一个很坦率的话 非常可惜 到了晚年的时候 脑心肺都衰竭了 所以我们看不到 他卧疮不起的一定位 反而以为 他们吸烟是烟民的表样 严重的错误 但是张老师 我觉得其实这个对烟友来讲 你讲他的健康 其实他不是太在意 因为他觉得反正 我只要活的时候 是开心的就好 当然我自己在台湾 我常常做这个 董事基金会的这种 义工啊 或者是宣传活动 台湾其实也不鼓励大家抽烟 最好不要 全是鼓励大家抽烟 没有人鼓励了 伤鼓励啊 对不对 尤其是美国 不是之前 他拍过一个片子 是关于就是 他们怎么样去促销 他们的烟 明明知道对人体是不好的 他们仍然这样做 里面有很多的利益勾结 但是尤其是我一个女孩子 我很不喜欢烟味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 其实抽烟是一个 长时间的习惯啊 而且刚刚讲到 就是说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是说不能思考 他就是太大压力 太紧张 这个环节 接这个环节 还要静静下来 对 我要舒缓一下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是我唯一的relax的时候 那我就想到像这个戒烟片啊 比如说 他 您刚说他是手上没事做 那他把这个是叼着还是贴着 哎呦 他刚才见了 我费上 我贴上贴上 贴上 我跟你说 张老师 你过去寄给我 我还贴过 哎呀 贴了半小时 我就不贴了 为什么 就嘴里臭烘烘的 抽烟 那个其实就像抽烟的味道 我跟你讲 烟民在没有下居性戒烟之前 会找各种借口 用各种手段 把别人劝他吸烟的行动 四若无睹 听若无闻 而且你提供的手 他也不接受 为什么 我答答您 我问您 您抽过烟吗 好 这句话我听了一百次了 你这个张教授 你自己不抽烟 你凭什么道理 一辈子一根烟都没抽过 怎么能知道我们的心呢 那我就给你一个标准答复 我虽然没抽过一支烟 但是我写了三百篇戒烟的文章 我回到美国 那可不是那么简单 我在做很多报告的时候 我征求烟民的意见 所以烟民的 非烟民的 敬烟冲人的观念 我是了弱智障 我写了两本书 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跟很多深受欺害的人 在他害病之前 害病之后 听他观感 是实在 我扮演反方 我就说 你有没有想到 这个吸烟有害健康 这咱也知道 但是它是生理方面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觉得 我既然已经有这个习惯了 你有没有考虑 你让我戒了 我心理的压力 心理不好 癌症跟心情不好 也有关系 你这个有没有担心 我得忧郁症 这些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不影响健康 我先开始讲 所有的烟民 都有个忧郁症的底子存在 肯定的 三分之一的中国人 都有忧郁症 都是吸烟造成的 不是说吸烟造成 就有了忧郁症以后来洗烟 不是吸烟造成忧郁症 反过来 你有忧郁症的底子 那用吸烟的方法 来维持你这方面的生活习惯 所以你们现在 跳不出这个潮 你是 你是已经人在慈善中 不知晕深处 我们从外面看 看得比较客观 所以你说的不错 你用压力直律的存在 怎么办 我先请问一点 假如你戒烟成功了 我再问你问他 你以前不抽烟的时候 我问你回想一下 你现在吸烟的习惯 必须说放后一支烟 你怎么过的 烤好的 你戒烟成功以后 也没有问题 所以烟不是必要的 你注意 它是一个对你的精神 心理和习惯 控制的一个恶魔 我有一点意见 我觉得张老师 其实是不代表正方 这里我也绝对赞成了 因为我希望大家不抽烟 你是二手烟 我是间接受害者 对不对 有很多的数据上面表现 虽然说我现在不结婚 可是不表示 我将来不想生孩子 但是数据上表示说 我抽二手烟 其实我很无辜 因为我很可能不孕 对不对 而且在很多的时候 其实抽二手烟的烟害 会比一手烟还要严重 你不要的再吐出来 然后我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环境当中 甚至于你可能会抽烟的人 他就说 我大概吸到哪 我就把它吐掉了 但是不知道人 他就当呼吸就进去了 秀妍 这女性代表 关心的是断子绝孙的问题 我认一下 他很多时候 这个 问你知道什么事 最怕侥幸 如果说 你发现很多人 一得病 我爸爸怎么戒的烟呢 疑害病 就抽烟也难 也难闻了 就不抽了 自然接了 他问题就统计上 他存在一个偶然性 咱就经常说的呀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你老说抽烟 现在空气污染 这个汽车尾气排放 那这个都够毒的呀 甚至说 有的人说 比如说那天 我们说怕坐飞机 什么出空难 人家就讲了 这死生有命 有的人根本没出家门 家里的房子装修好了 你像我一朋友 在家里美滋滋的走路呢 叭击滑倒了 摔断两根肋骨 一根腿骨 那这样子讲好了 假设说说 你根本不在意说 生命到底是怎么样 你就觉得活的时候要快乐 那我请问你 咱可以不求长度 咱求质量 好 那假如说 这个生命当中是 情爱是很重要的 然后异性的追求是很重要 今天我们两个相处 你可能有家庭的 那像我 如果是今天 我跟我男朋友相处 我以前的男朋友 其实是抽烟的 我知道他在工作上 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他抽烟抽烟 我就叫他到羊排抽 我说了多少词 他不肯停 后来我发现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让我不能接受 是嘴巴很臭 而且在那个很多的时候 戏子如此而已 对 你不能忍受 然后你女孩子 其实常常要求说 男生你 你只要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 你长得不是太俊秀 OK 问他 我告诉你 你的女朋友 是说对你忍耐 是因为你 吸烟酸也坏习惯 那不管 你其他的条件很优越 所以他就 才子 衡量 得了 食了 不得已接受你的观念 我现在对你二十年来讲一下 二十年不仅仅可以使 这个怀孕的妇女的小孩 出生以后的 会有外胎 而且从小的话 就先天受害 而且可能还中耳炎 又想变成一龙健将 是没有可能了 而且当事人本人 也可能阳尾 因为吸烟最可怕的一点是 烟毒进入血液循环以后 让血液变浓 流动变慢 让血管变脆 让身体变窄 怎么办 假堵在脑子上就是中风 堵在心脏 心肌梗塞 heart attack 堵在生肢器 阳尾 堵在腿上 脉管炎 慢慢来的 来了以后已经玩不转 后悔不急了 到时候玩不转了 张老师有意思 刚才谈到这个吸烟阳尾的问题 我说我还行 他说你要不吸烟更行 是这样子 是更高更快 更高更慢更强 当然关键在这里 但是我还是讲心理 你不是有些老烟鬼 他是这个态度 我反正都不戒了 甚至他还挺讨厌 在烟盒上印的那个 就是说我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给我增添恶心 增添心病 这种心理暗示 本身可能真会让我得了肺癌 你看他拿来的这个照片 外国的烟盒上 杀得有 印的都是那种 多恶心的 对 你瞧这嘴 这跟长了亏羊一样 是影响你牙齿 然后嘴唇也烂了 现在国外的 现在澳洲 加拿大的 欧洲烟盒都开始这样子了 你这种烟盒来的以后 你也没逃不出来了 我想问问您个人的问题 这个张老师很传奇 他呢 这个好像先父是这个 曾经做过 东北大学校长 天津市长 市长 他是49年从厦门到台湾 去的 当过国民党老兵啊 这算是 对 还是老国民党 后来去了美国 现在是西雅图华人社团 华球会长 会长 老会长 然后15年 就台一光管司令 一个人在中国 干的就是这戒烟的 这个事 这不容易 台湾还有一个协会 然后您在世界各地 到处跑 都是基金会 对 可是您 对动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您是当年受了什么刺激 就把自己这后半辈子 这15年 就放在这一件事 有两个原因 主要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在美国做这个 义工做了很多年 几十个不同的职守 因为我认为一个人 应该反馈社会 我想你同意这个观点 怎么办 很多人到了美国以后呢 只考虑赚钱 中国现在很多流行 到美国 有博士学位等等 你问他 他对中国不关心 对美国不了解 对自己很看重 买房子 买汽车 以这个为条件 我不这个感觉 我觉得一个人 应该把自己的才能 给社会贡献 去在美国做大的工作 到中国 我没有 没事可做了 我想做错 干死不上劲了 是吧 在美国 中美建交 我花了很多力气 他做干什么 和平统一 我们插不上手 我美籍华人 两边都不要 我就找了这个机会 在1992年 在杭州机场 我在等飞机的时候 发现了 满满的后绿子 都是烟 我就请这个 他们宣布说 广播不要愁 没人理我 我站起来 我说西烟的 李克勤主义 罚款4块人民币 您当政府了 就这么一下停了 后来我就年底 我就见了陈敏良 陈部长 我跟你讲 我说志文兵 他太好了 他说没有人这么干 就加入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找了一个机会 可以把我在美国的 公共活动的这种 知识经验 拥挥一拢 在这种来做 第二是我太太 苗立华了不起 她在中国教书 教了十多年 是外国专家 教旅游 给我提供了住房条件 因为她 她教书给她房子 所以使我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我可以用美国的 退休金来做事 所以没这两个条件 都不行 第一 我想干这个活 我有这个条件 第二 我太太支持我 第三 我认为这个工作 非常有意义 对 可是讲了很久 我觉得其实还是 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 其实可以让他们 马上断绝这个烟影 像我姐姐跟我姐夫 结婚大概已经有 二十几年了 那我姐夫是个老烟枪 但是明显的出现 身体不好的状态 而且很肥胖 那那个当时呢 我姐姐就 我姐姐是个很瘦弱的 然后但是就是很担心 爱她老公嘛 她就每天跟她讲 然后就也跟家里的人讲说 我买了多少多少多少 多少保险 然后就跟她讲说 如果你死了 你叫我怎么活 对不对 她说我并不是担心 就是说你自己不珍惜你的生命 我们后面还有孩子 还有什么 用苦肉计的方式 然后我姐夫就说 没关系我赚钱买保险费 然后到时候那个 反正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吃苦受累 然后我姐姐就说 那万一样是你一时之间死不了 你这么大一个这个躯体 然后我要一个人守在你的床前 九个云床前 吴孝子刚刚讲到 这也拖累全家人的幸福 那她说 你把我送到安养中心 我的那个保险费都可以cover 所以其实烟友会有一百个理由 然后您刚刚给他们看到 这个烟盒子上面挂这个 现在市面上卖装烟的盒子太漂亮 我只要把烟抽出来就可以 而且现在我们抽烟的就觉得 你们在烟盒上印的太可怕了 就把我们当成地狱里的人了 就是 担心不担心 会吓到自己吗 不是担心不担心歧视问题 就吸烟的人 我们也算弱势群体吧 我现在觉得 你为什么弱势 你毒害我 我跟你说 您在美国 我正要请教您的问题 你像上次梁文道就跟我说 我去美国 我感觉到就跟下等人一样 你抽烟 过去老鼠 你整个 而且为什么会有这问题 比如说在香港 现在也是给赶的 都不能抽烟了吧 然后人家就有人说 往往这个抽烟的人 很多是香港那个地盘工人 他你比如说有钱人 地位高的人 他可以品尝雪茄 在他的一个很好的环境里 他用不着犯这些忌讳 被驱赶的 被当成这样的人歧视的 那是弱势群体 我跟你讲 正因为是这种人 更需要脱离香烟的侵害 为什么 他靠体力干活 我在国内去旅行 说在四川 台花杆的你知道吧 青城山上 台上去大连参观民政 一落地立刻抽烟 我立刻带着这个戒烟贴 拿出来给它贴上 他们非常高兴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 对他们抽烟行刑关心的 所以年轻人跟穷人 不能抽 因为你抽烟的时间越久越倒霉 对不对 因为靠体重保抑 所以现在他们最需要帮助 并不是不让抽烟对他歧视 而是鼓励他走上戒烟之道 咱要按照纳税人的权益 比如说一个机场 好比说中国烟民占国民的三分之一 你给我们的吸烟区的面积 有机场的三分之一吗 那不是等于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 满足的是大量不吸烟的人的权益吗 基本上你这个行为本身是损害你的健康 损害家人的健康 破坏社会的安宁 对国家财富 而且把这个树都砍光了 你们抽烟的人 我们给你要烟盒肉食吧 烤木材 烘烤要火柴 要木材吧 结果怎么办呢 我有句讲个笑话 中国的水灾 有一年死了好几千人 你知道吧 所以我有一次做报告 我给严明讲 我说你们要注意 你们每个人都负责这些人 一个手指 这水灾是我们抽烟抽出来的吗 对的 因为你把上的树砍光了 水土湿流了 让这个水没办法 都有原因 都有原因 那利税呢 那抽烟的人 这是中国多大的利税啊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我也要讲 我先讲我的意见 第一 我不抽烟 我的钱花在哪儿去了 也花在中国各个范围 但不在烟上面 对 你们烟明不抽烟了 你省的钱 也花在别的地方 所以并不是你不抽烟 中国税收下降了 是税收重新支配 你要注意 还有一点 吸烟问题的期间改变 像你说讲 要二成四年 我们努力去做的空烟工作的话 也不会很快的就影响就业 影响收入 但是你不做的工作 二十三之后 不可思想 为什么 今天中国烟民每年死一百万人 一百万人 二十三之后 每年死一百万人 我还纳闷呢 对了 说这一百万人 你怎么知道他是吸烟死的呢 根据医院的总计 那不吸烟的人也会得肺癌啊 对 也会得你们说的各种各样的病 你怎么就肯定说 你因为你抽烟 所以他肯定是抽烟抽死的 但是 医学第一告诉你 抽烟的人 害各种肿瘤不止肺癌 他发病机会早 而且发的情况会严重 你刚才提那个 你说你现在还玩得转 我告诉你 你不抽烟你更玩得转 没个烟民 你注意啊 我已经被称为西门庆了 不能再玩的 咱们提一下广告 枪枪三运行广告之后见 我问您 您跟秀源这支什么招啊 我这个第一点 我们是有工作关系啊 我1963年在台湾 中国广播公司 在中国广播上说我是记者 是有前辈 是有前辈 我专门采访外国人啊 做了节目以后播出来放啊 很重要的 现在你提这个主意 我跟你讲 拿起烟来不点着 含着 含着完完文文又放下 这个台湾的有一个 有一个名人 宋长志 台湾的国务部长 手很大 他的这个 刺痛官是我的老同学 他告诉我 他说宋长志怎么戒烟 就这样子 这个烟就放到前面 我就不抽 来眼影了 拿出来文文又放回去 烟解掉了 而且你们不抽烟的人 发现假如说抵制眼影 到一段时间呢 你这个痛苦的时间 会慢慢变长 比本来一个小时难过 现在一个半小时 而且来了以后 时间缩短 你就会知道已经有效了 可是假如你自己没有想通 你要注意 你不愿意采取行动 你就会以各种借口 来延长你的生命 我现在有些朋友 怎么着啊 就发现 你像我啊 有时候确实 你检讨 抽烟是习惯性的 就是这个时候 其实你没想抽 但是就这么抽 你要这么抽啊 很容易一天抽两包 所以现在我有的朋友 有一种浪费烟的抽法 就是说你想抽 抽两口就把他扔了 抽两口就把他扔了 实际上你不需要抽那么多 还有方法 把这香蕴盒 拿后皮筋给他包起来 每次差点麻烦 不是很难拿出来 这次自己 不是我说的 我干嘛不找万灯椒 给他贴上了 为常不可 你要因为现在中国抽烟丰盛 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政府对吸烟政策的掌握不确实 老考虑的烟税也什么等情况 还考虑的救育的问题 实际上是误解 我讲过 烟税没有了 其他税数增加了 而且我觉得这些人花钱花的真冤枉 像以前 这个烟草还真的是地上种出来的 都是烟丝 现在它根本就是提炼出来 然后用烟油喷一喷 你整个纸打开以后 你对目前中国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意见吗 非常了解 中国现在有三个好的条件在发挥 第一个 明年做这个所谓2008年律师奥运 对吧 我们的头已经讲了 律师奥运不能抽烟了 国家形象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目标 但是还不够 第二点 中国加入了世界的控烟框架公约 这个全世界联合 我为什么组织这个东西 中国有一定的承诺 一定的责任 而且明年要提出报告 你干了什么活 这是个好转据 第三点 美国这个纽约市的市长 布隆伯 很了不起 除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金 在全世界推动控宴 中国拿到一笔钱来干这活 我也很幸运 我现在配合北大 北京大学的这个宪法跟行政